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依林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文艺新天地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金觉奖入文影片 东北湖亮相 喜剧演员玛丽 初次尝试文艺片 很多人会固化 固化我们所谓的喜剧演员 那有幸导演看到的 我很专注地投入到 这个角色里面 我去感受这样 专业的创造氛围 上海国际电影节 接近尾声 演员齐聚 摇合作品 我希望大家能够 特别人去看 我也希望大家 多多给机会 我不想出家 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 我们之后的东西 今晚《时间的答卷》 又会带来 哪位共产党员的感人故事呢 让我们先读为快 今晚《时间的答卷》 将播出初心篇章 李晨 刘佩奇分别饰演了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 以及一位普通县委书记陈廷元 两位完全不同历史情怀下的 共产党员 为了民族的富强 都有着相同的初心情怀 换我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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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割我领土 我们还无动于衷吗 我宁愿要死 换来国家之觉醒 同志 不可如此情商 大钊先立的学生 说这国家很腐败 他说我们如果想 好好地生存的话 我们第一个可能去到国外 当外国人 第二个就是选择自杀 大钊先立也说 这个原因呢 是由当时腐败的军阀政府造成的 我们只有把这个腐败的军阀政府 把当时的这个腐败的制度给推翻了 我们人民才有解放 我们该如何改变 唯有唤醒我肆意同胞之心理 建立一支团结的精密的力量 无数的革命先立 为了新中国的建立 献出了生命 在这个北京十年当中 大钊先立这一家呢 为了保证安全 在北京呢 一共是搬了七次家 京城里有很多人聚众闹事 据可靠消息称 这源头 就在咱们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 所以少不得要麻烦你 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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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想活了是吧 一九二一年 七月二十三日 我梦寐以求的日子 终于来到了 在上海望之路 一百零六号的石库门里 在嘉兴南湖的洪传之上 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成立了 五十多个人 很少也很多 足以点亮这片土地 这叶洪传正在启航 这场航程将无穷尽地延伸下去 好爱 好爱 北方魁首李大昭等二十余人 被执行死刑 好爱 好爱 1927年4月6号 奉起军阀派了几百名军警 传入这个东郊民巷 逮捕了我爷爷 他多次可以离开 但是呢 他都没有走 他认为这里的工作 是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我要撤离了 谁来负这个责任 这个年轻人 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这个责任应该由他 他自己承担 建森老师您看这个是您爷爷 在临行之前 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对 我相信当时大赵先生走的时候 对家庭也有很多的不舍 他有给您奶奶和他的孩子们 留下什么话吗 临走的时候是一句话没有说 牺牲之后第二天报纸上 登出来之后 亲戚把报纸拿到家里给他看 他觉得特别悲愤 而且那个记者们到了这个家里一看呢 没有任何财产 只有一块钱的这个生活费 这个家庭呢 面临着无法生存下去的困难 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 大赵先生生前是革命的领袖 死后依然是发动群众 进行革命的一面旗帜 对 为什么不产粮食 老百姓为什么没有饭吃 这个巨大的问号 令我陷入深深的思考 这年年不是憨贼 就是水贼 地里面又打不出粮食 因为我可以大过分 盛产盛产又果不红 人都要窝死了 这不逃犯怎么办 有不得你 相信我 会找到办法的 那个过去呢它是大集体 你站我也站 同分一样算 你不干我也不干 所以它你不干 什么东西都动不出来 所以说那就是 吃点回小点又不够吃 得允许老百姓做常事 只有吃饱了 那真理才是真的呀 那时候农民 拿着回来盆头垢面的 穿得破破烂烂的 还萎缩的 有的他还饿的 老头去了以后呢 看到这个情况也很难过 我该如何抉择呢 如果我支持了他们 我会不会殃及我的孩子 我的家人 更多感人故事 敬请期待今晚东方卫视播出的 时间的答卷 记者邵吉成编辑报道 入围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的影片 东北虎日前举办发布会 这也是演员玛丽第一次出演文艺片 入围今年金决奖主竞赛单元的电影 东北虎一直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该片讲述了一只东北虎 一只狗 一个铲车司机 一个中学老师 一个诗人 一个讨债者 一个孕妇之间的矛盾 至于剧情 主创们也三间其口 这一次的这个女性角色 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力量 我在里面扮演这个孕妇 和她这个非常漂亮 性感迷人的这个 这个女性角色之间 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话去反应 那我们两个人之间也会有一些 这不还不能说 总而言之 这是一部具有黑色幽默的文艺片 这也是演员玛丽难得的一次 非喜剧电影的尝试 最吸引我的就是 我负责虎的部分 开玩笑 对我来说 其实机会很少 所以很感恩 很多人会固化 固化我们所谓的喜剧演员 那我在演喜剧之前 那也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 或者是话剧 但是没有人去看到我 那有幸导演看到了 说是我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演员 那我觉得导演信任我 我非常的开心 感恩让我有机会在这里面 能够得到一次升华和学习 因此此次在《东北虎》中的体验 让玛丽格外珍惜 首先是我不用去想 我要怎么搞笑 我要怎么让大家快乐 我很专注地投入到这个决策里面 我去感受这样专业的创造氛围 在电影《东北虎》中 和玛丽合作的是实力派演员张宇 在《我不是要神》 《无名之辈》等作品中 有过精彩表现的她 这次和玛丽演一对 有故事的夫妻 这两个演员肯定是 武功特别深厚的演员 他们有很多层次 那个还就在慢慢地展现 只有奶油蛋糕是安全的 其他的菜都下了肚 咱们先吃奶油蛋糕吧 我以前对于玛丽 就是她呈现给大家的 那个一个喜剧演员的那种 那个固有的印象 我对她的认识还是就是狭窄 她其实是可以演 非常严肃的角色的 这么一个有塑造力的好演员 金决奖颁奖典礼在即 究竟东北虎能否在狱而归 我们拭目以待 记者李培志上海采访报道 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正在进行中 演员们纷纷带着诚意和佳作而来 刚刚完成了一幅文艺片 做《故妻》 是我从你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当导演 以前我当导演的时候 我要在公布店 这次第一次派过我们的文艺片 非常地激动 成龙打响头阵 随后六位某女郎奇刷刷出动 张子怡一席蕾丝连衣裙优雅大方 身为本届上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之一 周冬雨这两天各是忙忙碌碌 上海电影节 刚刚在电影节开幕红毯上亮相的妮妮 也是继续给自己的作品做起了硬广 我希望大家能够随心 在里面去看这种玩意的 刘浩存素雅清纯 景田自带光环 秦海露成熟知性 各有各的美 除此之外 凭借《你好李幻英》 赤柴2021电影票房的贾玲和张小斐 这对银评母女档也来了 令人期待的是 他们的下一步新合作也已经提上日程 红毯之上怎么会少了能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呢 曾黎 王志 姚晨 吉娜 张军颖 每一个都又洒又美 凭借在电影悬崖之上中的叛徒一绝 雷佳英将事业拓展到了大荧幕上 而这次上海电影节 他是带着和张艺谋导演的 另外一部合作电影《坚如磐石》而来 我先拍《坚如磐石》 然后我才是客串的 是这样的 大家都多关注确实是这样的 除了大电影《小荧幕》上 雷佳英也是拍了一部又一部 忙得不亦乐乎 这个还挺顺利的 然后得拍到下个月这种节目 然后再拍《坚持爱一本马》 年轻男演员们也不舒振 黄景瑜 陈飞宇和吴磊 全都写作品而来 《坚持爱一本马》 最近忙忙碌碌的还有影证 新作一步接着一步 《药兵力万》里边演的是一个 很爱喝酒的一个编剧 很轴 虽然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电视节上 入围最佳女主角的尼尼煞雨而归 但在当晚的微博电影之夜 尼尼和朱一龙一起获得 年度表现力演员称号 也算是对大家一难评的小小弥补 我觉得是一种鼓励吧 我觉得也是一种监督 就是监督我继续真诚地对待 自己未来的每一个角色 踏踏实实地走演员这条路 谢谢鼓励 然后自己也希望自己能够 有更多更好的 有表现力的作品和角色 跟大家见面 去年表现颇佳的刘浩然 黄景瑜将年度突破演员收入囊中 然后那我就希望我接下来的作品 能给大家更多的突破 拿到这个突破演员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鼓励吧 张哲瀚刘浩存获得 年度最受关注演员称号 年度最受欢迎导演 贾玲当之无愧 张小斐 易烊千玺 则双双获得 年度最受欢迎演员奖 记者陈湘云上海采访报道 7月5日至10月11日 2021浦东文化节即将举办 本间艺术节围绕建党百年 进扣红色文化主题主线 集中推出800多场文化艺术活动 吸引400多家专业院团 社会机构参与 全区6000多只群文团队参演 共同营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浓厚氛围 打造一场精彩难忘的文化盛世 记者李培志 上海采访报道 大家好 我是演员古嘉诚 对于青年人 伟大的苏联作家高尔基 曾经给过这样的记忆 青春是有限的 智慧是无穷的 趁短短的青春 去学习无穷的智慧 要爱惜自己的青春 没有再比青春更美好的 没有再比青春更珍贵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文 新品里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